2021年12月20日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结果公布 在选举委员会截别中 梁美芬以最高票数成为选委会截别的票后 连任立法会议员 近日 梁美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自己非常荣幸能够参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选举 不仅让立法会有了一个更干净的氛围 也标志着香港迈入一国两制的新时代 我认为自己是非常荣幸 并且很兴奋 可以参与这次带有历史意义的选举 香港正式进入一国两制民主新时代 这一期的宣誓跟2016年的太不同了 当时我是见证人 我看到很多导乱分子 他们就在那边宣誓 把香港的立法会搞得成一个届次一样 完全去冒犯我们国家民族 这一次不一样 大家孙世的时候 我相信对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 我们都是对我们的国家 对我们的人民庄严的承诺 我很兴奋 很荣幸可以参与这些孙世 梁美芬表示 立法会选委会戒别的竞选并不轻松 参选人要与各个戒别沟通交流 不仅需要了解各界的想法 更需要阐述自己的政纲 使得这份工作极具挑战性 我自己作为13年的直接选举出身的议员 我能够参与选委会戒别 当时还以为会比较轻松一点 结果40天之内 去拜访了70个不同的戒别 跟不同的戒别精英代表 去谈到他们行业的问题 需要和我们自己的政杆 谈及自己从直接选举 转换到选委会戒别 梁美芬表示 希望此举可以争取更多空间 去关注国家与香港的议题 促进香港更好更快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从直接选举要转换到 选委会的戒别 最主要我是希望能够 争取更多的空间 去关心全国性的议题 全港性的议题 还有就是香港涉及国际上的议题 现在正是国家 大陆未来白年发展大局 但是同时也是最负挑战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作为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将来的着司任重道远 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优势 也是为国家减少它的麻烦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必须有一个国际的视野 有个国家的视野 可以更加促进香港 更快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梁美芬的参选政纲聚焦凝聚明星 开创新格局 在他看来 在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及完善选举制度后 香港实现由乱倒置的转变 但社会仍然存在深层的问题 包括居住问题 经济产业单一化 青年向上流动困难 教育问题等等 这些矛盾都会成为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温床 我最想推动的是凝聚明星的工程 凝聚明星的工程 有硬件 有软件 硬件就是包括房屋供应 贫穷问题 青少年向上流动的问题 和安老的问题 软工程我觉得必须要注意 就是社会确实存在一个心病 很多年轻人他在意识形态 都没有完全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多沟通 尽量让他们去感受国家融入台湾区 争取和把握这些机遇